再歧視我們看看另一隻股票 就是有朋友問東岳的集團 過往這裡平均過五天 大會的買賣是五十五十左右 今天大會的買賣是七成八 至七成八 而賣出的就是兩成左右 主要成交的分佈 就在十三元十三個一 再到這裏就應該低過十二個半島 在技術走勢上來看 我們看看這個189 189是最近這幾個星期 是上升得很急極的 就由大約六元左右 升到十二到十三元 這個會不會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反應聲源呢 這個是有這樣的機會的 在這裏就能看到 它已經去到這裏 不可以再貼近東岳的上族去了 應該將會有些回調下去 東岳集團它自己本身 現在說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做了輕燃料的一些材料那裏 因為你做輕燃料的時候 還有很多其他化學物品要配合下去的 在這裏就是它說它可以做得到 我們也要看到 這個是輕燃料 在中國方面不是主要的汽車電池用的燃料 而是日本才是 日本史上的能力打得到多少呢 暫時還未知道 在這裏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有朋友 有個朋友已經賣了的話 我會覺得 你就不需要急於現在 這個沽出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還會不會繼續上升 如果沒有貨的話 就可以考慮在十二個半裏賣進去 然後你的阻力就在十三個二頭 而短期支持十二個半裏賣進去 跌穿了十二個半裏賣進去十二個半裏賣進去 就要是沽出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升幅已經很多 由這裏這個六元左右升到這裏 是幾個星期之內升了一倍的 上面這裏的人呢 他們的利潤很多 所以你看到成交也開始萎縮的話 這個需要是買賣的時候 是比較上要謹慎 恐怕有些人已經覺得賺夠了 要是沽出來 那他們變成沽壓就會大了